您好,我是空灵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最近这几段书啊,聊的都是藏传佛教,刚刚进入西藏的状态 通常我们管这一时期啊,叫前红旗传法 实际上听这个名字就不吉利,为什么呢? 因为有前红旗啊,就有后红旗 那么中间为什么要分段呢? 那肯定是有一段灭佛的时期 那么通过这个赤松德赛以及啊,这个莲花生大师 还有济护大师,这样支持佛教的国王与这个法师 共同的努力,这个佛教啊,总算在这个藏区站稳了脚跟 那这三位呢,就是这个藏传佛教史上被尊为的藏传佛教三节 通过三节的努力啊,最起码啊,在很短的时间内 这贵族就接受了佛教 因为嘛,贵族最初啊,他是因为本教的势力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这些人呢,才联合在一起的反佛 后来大家发现呢,如果说大家一同信佛 一样会带来同样的利益 但是说在这一方面,这佛教起到的作用啊,和本教是一样的 再有这本教呢,僧人又被规划了,一部分呢,魂俗,一部分皈依了三宝佛教 还有一部分相当坚定的这本教僧人呢,就被驱除到了魏藏地区的边境 当然上文书咱们也说了,那哪是驱逐流放啊 那简直就是啊,去这个风景修理的圣地旅游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魏藏地区啊,实际上呢,被称为世界污己 世界三大吉利,被认为呢,除了南极北极以外啊 最不适合人类生存地区 当然指的是地球上啊,看似的是把他们驱逐到了边境 实际上那些地区啊,现在我们一说啊,都是旅游圣地 什么什么黄龙啊,九寨沟啊,都是这种地方 风景修丽啊,非常适合人类生存 这本教的教徒啊,到了这些地儿才发现呢,是个美好的驱处 于是啊,你叫我回来,我也不回来了 哎,这句话咱们可不是凭空说的 一会儿啊,咱们还会展开了讲 那既然这个政治环境,它适合佛教发展 那佛教在这个藏区啊,慢慢的就发展了起来 哎,不过没过多久啊,这赤松德赞死了 他的两个儿子寿命都很短 分别继位以后啊,也没有几年就都相继的去世了 然后啊,这赤松德赞的孙子就继位了 这个孙子很有名 这个孙子叫什么呀,叫赤祖德赞 我想啊,这会儿好朋友啊,心中啊就有疑问了 为什么这赞谱他们家,哎,就是西藏的王啊 哎,这他们家的名字啊,怎么都重复率这么高呢 从这个字面上讲啊,有的名字呢 简直啊,就是一模一样啊 只不过呢,这个字的位置有点颠倒 您像这赤祖德赞吧 他明显有一个老祖啊,叫赤德祖赞 还有好朋友啊,在留言区提醒我,这名字念错了 不是,他这名字就是这么的相近 那实际上呢,他不是一个人 您看这个赤罗祖赞和他的爷爷 这赤松德赞 这名字的字啊,也都很相近 实际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字眼啊,都是好字眼 哎,这西藏人呢 他信这个,尤其是这个 国王赞普家 他们想来想去啊,名字也离不开 这些好字眼 认为每个字啊,用在自个身上都是加持 所以说这名字字上面的重复率就非常的高 哎,那这个西藏人呢 喜欢这个数字比较大 哎,比如说千啊,万啊 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这赤是什么意思呢 这赤啊,这里边啊 就有大数字万的意思 那松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松啊,是美好的愿望 在赞普的名字里出现的 那就是以忽悠为名的美好愿望 这赞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赞呢,就是国王的意思 后来有学者认为不对 这个赞呢,实际上也是忽悠 是什么忽悠呢 这回啊,不是愿望忽悠了 是真的有东西在忽悠你了 是远古的一个精灵的意思 那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呢 就像咱们汉族人经常会说 我的个天哪 藏族最先兴起的 他必然是本教 这本教呢,是萨满教的一个延伸 这精灵呢 这个藏族人认为有两种 这大精灵啊,大到可以影响天时地利 这小精灵呢,最起码也能让你头疼 所以啊,您看着很多这个藏族同胞啊 他们这个虽然身上啊,都脏乎乎的 但是有原因的 那因为藏地的缺水 但是呢,人家藏族的同胞 我非常有自我约束力 不随地土壇,不随地大小便 也不乱扔东西 但是他们啊,怕一旦这样做之后 就会伤及到这些小精灵 到了晚上的这些精灵会报复他们 那么经过这个专家考证 这大的精灵啊,就叫做赞 小的精灵呢,叫贴不让 或者呢,叫逃让 什么地方叫逃让呢 到了康区 说白了,就是川藏地区 这是一个新的学术观点 我是怎么听说的 怎么跟您讲 怎么顿来的,怎么卖 不过呢,我呀 很多年一直认为 这个赞就是国王的意思 那咱们接着讲咱们的书馆主线故事 这会儿啊,这就到了这个赤祖得赞时期 这赤祖得赞呢 和他前面的这些啊 兴佛灭本的这些前辈 这些父辈不太一样 如果说呢,不是那些特别厉害的 从宗教就要控制政治的那些宗教 就像啊,这个藏传佛教在藏区一样 是国王兴起来 为了帮助自己执政的宗教 这国王啊,应该扶持宗教 但是啊,他并不一定会是教徒 这即便是啊,也不应该很虔诚 如果要是真正的虔诚到一定地步 那就会出现像这个顺治皇帝这样 皇上到着要出家,那不就乱了吗 您看这康庸前这三位皇帝啊 都说自己呢,是佛教徒是信佛教的 不过在佛教徒的前边 他们可都是政治家 在他们眼里啊,前提就是 这佛教必须要为政治服务 咱们前边说的像什么 松赞干部啊,赤松得赞呢 就都是这样的人 哎,可是啊,这个赤祖得赞就不一样了 他不但呢,是藏仆 而且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在他执政时期啊 他就提出了就三户养僧志啊 也就是说这三户啊 你们要负责养一位僧人 这个僧人要吃的比你好 喝的比你好 你们三户啊 要拿出钱来保证这位僧人的生活 保证让他呀 不用为生活担忧 潜心的修习佛法 那您想想啊 这一下子人民的负担就大了 这人民不是广是这三户养一个和尚那么简单 这三户还得向国家交税呢 那无形当中往这个人民的身上啊 又加了负担了 后来呀 这个赤祖得赞呢 他觉得呀 不行 这样对这个和尚还是不公平 于是呢 他又说呀 要七户养僧志 那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呢 这不是农民负担不就减轻了吗 原来是三户拿十户养和尚 现在七户拿十户养和尚 哎 您错了 这国王的意思啊 是让这僧人生活过得更好 是让这七户每户拿出十户钱来养和尚 哎 您别介意啊 我这个说僧人说不习惯 所以嘴里总透露出来和尚这个词 哎 虽然不严谨吧 但是意思到也就行了 哎 您要总让我讲故事的时候 总惦记这些细节啊 那这故事该讲不全了 那么这些就都完了吗 没完 这个赤祖祖赞这个人呢 还为了保护僧人啊 立了很多恶法 那就比如说吧 你用手指护僧人来着 很不尊敬 那就断指 你呢 这列僧一眼 就是你瞪他来着 那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当泡材 哎 这种恶法不但啊 实施了 而且还就真用在了不少的藏民身上 因为这事儿啊 很难界定 说你指僧人来着 或者你瞪他来着 那这我看见了 我就当没看见 那这僧人看见了 僧人就说 那他指我来着 或者他瞪我来着 那他得受刑罚 那至于他真的指没指 瞪没瞪啊 那先放一边 那就看他呀 待尽不待尽这个农民了 所以说呢 这和尚他也不都是大德高僧 哎 挟思报复的事儿 他少不了 当时呢 这个吐蕃的这个民众啊 对这种恶法抱怨声就极高 那不光如此 这个修金刚石啊 还有很多非常血腥的事儿 哎 这庙里传出来啊 要举办大型的法会了 于是呢 就给这些贵族啊 奴隶主啊 开出单子来了 他说他们需要啊 这个制作法系的一些材料 都什么呢 需要这个嘎巴拉骨一对 这个炉器啊 入根支 这祭台上要挂满巴苏大 还需要几张整的这个心血央锡啊 来做几面大骨 咱们这么听着呢 倒是没什么 可是我跟您说 这几样东西都是什么 这嘎巴拉大家都知道 咱们这个书里没少出现过 嘎巴拉呀 就是人头盖骨 这顶对顶一对呀 然后再蒙上皮 这就是嘎巴拉骨 翻过来呀 脸朝天呢 当就是嘎巴拉碗 也叫炉器呀 这里边要盛满了巴苏大 还有这个祭坛上 要挂满巴苏大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人成 风铃作号 这风铃是什么呢 是人的大腿骨 哎 这个心血央锡作骨啊 是什么呀 就是长张的人皮呀 这些跟人沾边的法器呀 每次这个做法的时候啊 都是需要的 那需要来自于哪啊 那肯定不来自于这贵族 而且呢 还不能来自于囚徒恶人 那来自哪啊 您就想象 肯定啊 是来自于平民 肯定还是来自于善良的 这个藏族平民 那奴隶主和贵族 是如何获得这些东西呢 那就更不堪想象了 商量的来人家肯定是不给 一吞门啊 挺客气 说大哥呀 我进您家这个嘎巴拉试试 巴苏大用用 然后呢 我再切一对风铃作号 再来一块啊 心血央锡呀 我做骨骑 您想想人家能给吗 那取得的方式 必定是十分的残忍和残酷的 那有人就说了这佛教很温和的一种宗教 为什么到了西藏之后会变成这样呢 实际上啊 跟他的传入方式有关系 那咱们前文书说了 密宗金刚石 莲花生大师传进来的时候 就是用了很多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才站住了脚跟 才击败了本教 其次呢 这密宗认为啊 使用人无法器 其意义啊 就和这个藏传佛教寺院当中 僧案呢 浴室当中绘制的骷髅图案一样 那不是为了吓唬人 那是为了让这个修行者啊 潜心的修行 把这个生死无常啊 就淡化了 努力于这个佛法上的修持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啊 这藏传佛教一本啊 著名的典籍叫做 诗吼棒特当中解释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人工法器啊 在这个国内呢 也是大的寺院才有收藏 大的博物馆 像一些普通寺院已经没有了 有的呢 也无非就是骨啊 还有这个号啊 还有碗呢 这种这个小型的嘎巴拉法器 据说呀出逃国外 以及这个台湾地区 有这个密宗僧人 他们所收藏的这些嘎巴拉人骨法器啊 那更是害人听闻 说这话呀 十多年以前了 2013年吧 这个展出啊 是2012年年底的 2013年的年初 在哪呢 首都博物馆 有一个叫世界宗教艺术文化展的分展 就曾经展出过一整卦的人骨袈裟 对骇人听闻的就是啊 在雷顿寺曾经出土过一卦人骨袈裟 这卦袈裟厉害了 它不是普通的人骨 它是用四百多个人的霉心骨制成的 那一个人只有一对霉心骨 就是两片啊 那四百多个 那就是两百多人 这我对这些东西是这么看的 无论披着任何宗教的外衣来干这种事 制作这种所谓的法界 都是该死的 我个人希望这种宗教仪式 永远不要再出现在人类社会当中 那么如此的道行逆施 就必定招来人民的反抗 公元的838年 赤祖得赞呢 有一次啊 出宫采风 到这个墨竹地区啊 去考察 结果呢 这个葡萄酒喝多了 让大臣就给勒死了 应该啊 是没受什么痛苦 这喝多了呢 醉着醉着呢 就上不来气 就死了 他的意思啊 他的接班人是谁 他的接班人呢 就是著名的朗达玛 咱们这个新唐书当中啊 记载这个哥们啊 叫达摩 实际上呢 在藏族史料里呢 他的名字啊 叫达玛 那为什么他又叫朗达玛 又叫达玛 又叫达摩呢 当然了 这个达玛和达摩呀 肯定是各时期 这个翻译的时候 译音不同而已 那这个朗是什么意思呢 这朗啊 牛魔王的意思 这朗达玛一共在位就四年 在这四年当中 他把整个魏赃地区的佛教 全部铲除了 并且这一下子 让这个佛教 在这个雪域高原 几乎沉寂了两百年 那这又是一个 多么惨烈的灭佛故事呢 咱们明天 接着聊 味道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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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